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撞坏的栏杆和实弦 因为这是他的责任 我人没事 钱包有事而已 谢谢大家 另外 斯永康好友陈奕迅 日前被拍到 在他担任导师的选秀节目 中国最枪音的录影时 因为与另一评委 震惊不和 发生怒甩椅子事件 事后几乎所有人 都起来为Eason平反 表示Eason根本是在开玩笑 更利斥拿Eason 做宣传的主办单位 湖南卫视 虽然夸了男生 也是湖南台主犯 可是孙康也一样 提出批评 陈奕迅这个人 不可能 陈奕迅现在 二十几场演唱会 卖完一跳难求 他 陈奕迅你还欠我五十张票啊 你回来我叼你才对 那么 我觉得 应该是 做效果了 做效果了 其他的评委 其他的评委都是 听说是大佑哥嘛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在大佑哥前面 做这么一个动作 Eason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 而且他发脾气 也不会发成这样嘛 我觉得是 因为这些比赛太多了 我想 说一些新闻是有必要的 但是我觉得 是可以而止 别让艺人的形象 有不好的影响 那就对节目 跟艺人也不好 风行娱乐 香港报道 可以 行